金華城土地日前遭北院扣押被高院駁回 前在根裁結果出爐 北院再度扣押金華城土地 不過前一天國民黨市議員游書會質疑 當初委託金華城提出都市計畫變更申請的 竟然是凱基銀行 那申請人是凱基銀行 為什麼凱基銀行要出去同意書給金華城呢 凱基銀行自己來申請就好啦 可以讓他們這樣變來變去嗎 而且在當時的時候 不管是金華城或者是凱基銀行 他們都不是實質上的土地所有權人 議員這麼氣不是沒原因 因為看看金華城土地登記藤本 委託人是金華城公司 所有權人是凱基銀行 都不是土地買主頂月公司 這一切就是一個詐騙手法 其實從一開始他們就已經做好了一個 緊密的一個規劃跟設計 他們以為頂月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切割 就可以完美的把這件事情落幕 金華城土地遭扣押時頂月喊冤 自己並非犯罪人也非申請人 但議員揭露金華城2019年 將土地賣給頂月公司後 頂月將土地信託給凱基銀行 凱基在委託金華城提都市計劃變更 但金華城跟凱基都並非土地主人 議員也批評頂月早就計劃 金蟬脫殼 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上下起手 就來詐騙台北市政府 我們看到信託的時候 我們難道不去查一下說 為什麼會是信託 我們也另函去請凱基要續命清楚 面對質疑 都發局也將請凱基銀行進行說明 究竟金華城取得高額隆基 過程中 頂月是否真沒參與 再添疑點 三天喜歡聯播和網易的S小柱 台北報導